那么5岁到11岁的学童BNT疫苗施打作业 除了是先前在校园施打之外 玉璃卫生所今明两天开放给当时未施打到 或者是因为感冒等身体因素而无法施打疫苗的学童接种施打 玉璃镇代理镇长江东城一早也特别到场关心 也为辛苦的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为了不影响儿童接种BNT疫苗的情绪 玉璃镇代理镇长江东城低调现身关心 同时也为第一线防疫的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除了先前已完成在校内施打疫苗之外 5岁以上学同BNT疫苗施打作业 玉璃镇卫生所也在8号9号也就是今明两天 开放给当时未施打或者因感冒等身体因素而无法施打疫苗的学童 接种施打儿童BNT疫苗提升儿童的防疫力 今天上午的施打情形顺利圆满的结束后 玉璃镇卫生所主任郑宇生表示 今天施打对象为5岁自11岁 明日则是12岁以上 从上午8点半到10点半开放预约 专程到场关切的代理镇长江东城也呼吁 希望家长尽早安排孩童前来接种 保护孩童的健康 记者是玉璃玉璃镇采访报道